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一个就是刚刚过去的双十一 这一天阿里巴巴的平台创造了两个世界纪录 其中第一个一天销售了571亿的东西 在这570亿亿里面 小米单店排在第一名 销售了15.6亿人币 占天猫总共的3%的营业额 我觉得第二个的话呢 天猫那一天卖了189万部手机 其中小米卖了116万部手机 占了61.3% 所以小米在互联网手机里面应该拥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我觉得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数字呢 是今年第三季度啊 这个IDC的报告的话呢 小米的话呢 这个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排到了第一位 全球呢排到了前三 这个这两个数字呢 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小米模式的最重要的创新啊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第一家公司把硬件 用捷径成本价的方式销售 然后用这来架构一个移动互联网的平台 我相信呢 短短的三年时间 小米四年半前创业 三年前呢 我们手机刚刚上市 短短的三年时间呢 这个局面呢 一步一步变成了现实 就是通过智能终端 架构一个巨大的移动互联网平台 然后再在上面做增值服务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模式 那么有了这样的模式以后 尤其是拥有这个智能终端 因为智能终端呢 它越来越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 周边跟它连接的智能硬件呢 也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呢 这一段时间的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 这个建立完善的智能硬件的生态链 这个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面呢 我们已经投了25家公司 这个来帮助我们完善整个智能硬件的生态链 像网络监控头 像这个智能血压剂 各种各样的智能硬件 围绕整个小米手机展开 那么这么一步一步下去的话呢 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用户群的这个年度 就会越来越高 在上面的增值服务呢 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呢 把它简化呢 就是呢 小米开创这个模式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把硬件软件和互联网结合在一起 用这样的模式呢 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 所以在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现在呢 已经拥有了这个 整个平台上已经拥有了七千万的激活的用户 我觉得到一年后 这个会超过两亿的用户量 那么全球市场的话呢 刚刚开始展开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呢 我们开拓了六个市场 就包括香港 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 印尼这六个市场 那么最近呢 在印度呢 是我们主攻的市场 我相信用这样的模式五到十年 小米有机会成为世界第一的智能手机公司 如果当这一点来临的时候 也许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十亿机的平台 然后在全球范围来展开 这呢 其实就是我今天想 用很简单的语言来跟大家汇报一下 小米的进展和小米想做什么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